加州理工学院的团队研究表明,我们不仅能感应到磁场,并且大脑会对磁场变化做出强烈反应。 人体的第六感首次被证实。 在生物磁感应研究领域中,一直存在一个问题,那就是人类有感应磁场的能力吗? 在之前,生物学家已经证明一些动物是存在磁感的,他们认为这种能力可以帮助蜜蜂。 乌龟和鸟类这些生物导航,为什么研究结果重复性这么差? 主要是因为过去几乎都是通过受试者的行为反应,来判断磁感的有无。 而就我们的日常感受来说,即使人类拥有磁感,它在人类中要么非常微弱,要么藏在了潜意识深处。 因此受试者在做出行为时,他们的大脑会误解这种平时就很模糊的感觉,甚至直接无视掉它。 因此来自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,使用了另一种新方法,来探测人类的感词能力。 而最近他们终于获得了首个神经科学层面的证据,证明了人类确实有磁感。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团队,首次证实了人类第六感的存在,并且公布了证实过程。 看到这个信息,我很震惊,虽然我一直相信,人是有第六感的,但是我不敢相信,第六感居然可以被科学所证实。 也许是消息来得太突然,一时太惊讶。 那么,利用第六感脑部磁场,研究人的意识,用思想意识给人工智能下达指令,我觉得是可以实现的。 那第六感将会打通和人工智能连接的通道。 如何可以实现,那么,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突破,将是颠覆性的。 同时也将让这个世界各个领域,都起到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第二,医学领域的应用。 通过第六感和人工智能的结合,我们可以将这项技术,应用于医学领域。 那如果第六感应用于智能机器人,是否可以人脑控制机器人来完成一些工作? 并且机器人可以通过与人脑的磁场信号交互,快速掌握主人的需求喜好。 这项技术一旦诞生,对于生产、劳动、甚至军事都会是革命性的变革。 想要真实地感受这件衣服,必须去线下店铺。 但是如果第六感和人工智能应用进来,那是否可以做到用户身离其境到一家虚拟店铺? 然后根据自己的想法,选择试穿这件衣服。 效果满意在下单。 在电商领域海量用户和商品的世界里,第六感加人工智能,将会给电商更完美的虚拟现实体验。 第五,在机器人领域的应用,目前的智能机器人还很不成熟,主要的表现就是死板。 这是因为机器人没有思想。 没有多少人有机会接触太空世界。 但是人类的好奇心的无限的,也许第六感被证实后,可以结合人工智能,帮我们悬而未决的事物。 第七,在安全保护领域的应用,我们有时候会对即将发生的未知危险产生恐惧、紧张等情绪。 第六感被证实,那是否可以通过第六感和人工智能的结合。 第六感感受到危险的时候,信号传递给人工智能进行大数据分析,列出可能性比较高的危险情况,然后对未知危险进行预测与通知,以便提前防范呢。 第八,在文艺创作领域的应用,很多人想要绘画,但是技术很差。 到目前为止,最新研究让我们推测,人类不仅具有磁性传感器,其还在正常工作向大脑发送信号,这是人类潜意识中,一种潜所未知的第六感。 在未来,人类磁感的更多作用,还有待科学家继续探索和揭示,现在我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我。